關注甜蜜君,看劇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帶給大家的是 楊楊和趙路斯主演的《潛似天下》 黑鳳西什麼時候喜歡白鳳西? 黑鳳西,她是影泉水蟹之主 江湖頂尖高手,高冷俊雅 容貌爵士,心思缜密 似乎每一個人都在她的算計之中 被白鳳西稱為黑狐狸 她另一個身份是雍州王的嫡子 本應極寵愛依依森 卻因母后早早離世 受盡繼母的暗算 用裝備隱藏實力來保護自己 她一手創辦的影泉水蟹 簡單來說就是遍佈天下的情報王 白鳳西,無所不能的世間奇迷子 無意高強,飆爽真誠 另一個身份是青州的鳳西雲公主 後來更是成為了青州之王 四公子皆為其傾倒 不管什麼身份,她都心悉於名 胸懷天下而不是自在天下 黑鳳西和白鳳西齊名 相識十年,兩人一名頭鬥個不停 白鳳西不喜歡七居人後 世人不可說黑鳳白熙 只能說白鳳黑熙 黑鳳西聽聞都一笑自知 他們一見面就半嘴比悟 可每當白鳳西有危險時 黑鳳西總能及時相救 因為她時刻關注她的動向 她對她的愛 一開始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故事背景 天下七分,第四為尊 能號令六州的玄機令失蹤 應得玄機令則得天下 讓江湖和各大州引起軒然大波 紀州是指黃曹讓燕映州帶著假的玄機令 大搖大擺的護送 死者為了給真的玄機令保駕護航 一路上癮得各路人搶奪 正當窮途末路之時 被一生爭氣的白鳳西所救 她所己不畏玄機令 只因盡她的人品 距離白鳳西對她只是欣賞 兩人之間只有狹義,無情感限 援助理,她可是讓黑狐狸第一個吃醋的人 不拘小潔的白鳳西 親自用嘴吸出她身體的毒素 為她更換衣服包紮傷口 讓堂堂的裂鋒將軍羞紅了臉 燕映州,少年成名 在濟州風霜雪與四將位列之首 裂鋒將軍武藝超絕 嚴肅耿直,皇曹對她十分器重 她常年在軍營 何時見過鳳西這般原型全無禁忌的女子 無意中的撩拨讓她心中泛起了涟漪 比如,觸摸她的額頭試探溫度 把全身都看遍了摸遍了 又毫無所求的救她 仍美心善 短短幾日過命的交情 她動心了 白鳳西不勝中毒 燕映州儘管自己身負重傷 也要將她護在身後 白鳳西從小闖當江湖 都是她護著別人 第一次被人以命相護 不由得心頭一暖 對她也有了不一樣的感覺 只是這愛的火苗還沒有燃起 隨著她的身亡就被滅了 黑狐狸每次提到燕映州 都帶一股酸味 口口聲聲你那個英雄 在你心中她倒成了頂天立地的英雄了 不過你這位英雄也不怎麼樣 連十個斷魂門的人都對付不了 煩惱革命歸黃泉 你那個英雄一共身中三十二刀 連我都挺佩服她的英雄無味了 只不過武功還差那麼一點點 說完兩隻還筆劃出一節短短的距離 看到白鳳西唇上的傷口 她都會下一次去壓她 看到就心堵 因為有個古老的習俗 男女黑夜中優惠時以穩定情 而定情是若咬破對方的唇 那便代表了非親不娶 永不後悔 煙影洲要走時對她說 下輩子我會回來找你的 記住我 黑狐狸就下白鳳西後 她突然問 你喜歡上了她嗎 隨後兩人都懵了 關她黑鳳西何事 對於白鳳西 無論時間如何消失 煙影洲都是她永遠無法忘記的人了 當看到叢林中密佈的機關陷阱 白鳳西以為是黑狐狸將煙影洲滅了 起了殺心 黑狐狸在聽到兵器回敲的聲音時 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對墓碑說 相識十年 竟抵不過你這個認識幾天的人 燕林中怎麼亡的沒有說 墓只是一種障眼法 實際上她讓人把燕林中安頓在一戶農家 並留了血藥 趙周牧其實是有私心的 黑狐狸隱瞞了她還活著的事實 因為忌憚她 為了讓白鳳西對她不再有念想 劇裡的燕林中以往的訊息 是手下告訴黑狐狸的 後面她還會不會出現就不得而知了 顏助理燕林中後來一直以面具世人 或許就是當初她對黑狐狸救下她許下的諾言 最後在戰場上 被不知情的白鳳西一見正宗眉心 帶著一絲滿足的微笑 無怨無悔的混沌入門 她終還是將命還給了白鳳西 白鳳西為燕林中去寒家拿藥 寒家已加傳了靈藥 紫福傘和佛心丹 文明依江湖 紫福傘是外商聖藥 佛心丹是解毒聖品 千金難買 行走江湖難免有刀上中毒 哪天為了保命也要求寒家 所以江湖上的人 對寒家的人都要離浪三分 這天 寒家家主寒玄陵六十大受大白宴席 白鳳西坦而皇之進去取藥 著實有點氣人太甚 黑狐狸掐準點進來 一出場就已經驚艷全場 顏助理更誇張 搬了一張紅木大椅 又搬茶几 浮沉後鋪上一張景墊 用翡翠杯增上茶水 難怪白鳳西會吐槽 每次做這些事 都夠他睡上一覺了 園中數十人 雅雀無聲 如賞心悅目般的看著 不忍也不敢打擾 大概只有這樣的人 才配做天下四大公子之最雅的 鳳西公子 他把寶珠不是直接遞給韓玄陵 而是先給白鳳西 這樣他倆才能化干戈為玉帛 不是韓玄陵欠他人情 而是白鳳西欠他人情 彷彿欠下的越多 與他有更多的交集 他越是歡喜 黑狐狸素來狡猾 此次去寒家 於是為了藥方 而是為白鳳西解圍 韓玄陵本想借他的手自助白鳳西 沒曾想 更像是你在玩鬧 你男朋友為你善後的戲嗎 黑狐狸 你若再不滾出來 我就去剝你的皮了 一聽這話就知道他們的關係匪淺 他坦然的伸出一雙束手讓他看 他略帶玩味的看著他走向前 他怎麼捨得 轉頭又是賠禮又是道歉 能得到他的偏愛 也僅白鳳西一人 他請在場的各路英豪喝酒 讓其醉倒 實則為了困住他們 不去追殺白鳳西 又可暗中去抄了藥方 一舉兩得 斷魂們為了想要得到藥方 韓家滿門被滅 幼子韓普躲在密室裡 成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原助理 韓玄陵是個明白人 臨終前祖父兒子 將藥方給白鳳西 這讓他跟黑狐狸都很驚訝 他為什麼沒有把藥方給黑狐狸 而是給白鳳西呢 兩人都武藝高強 都有能力保護他兒子 黑鳳西富可敵國 白鳳西窮得叮當響 兒子從小緊抑鬱時 跟著黑狐狸會少吃很多苦 而且之前白鳳西過來 分文不復的去取藥 讓他心痛如酒 偏偏他武藝高強 來去自如 自己束手無策 他的一番話道出了真相 黑鳳西雖是大人大義 但性情飄忽難測 藥方若給了他 不知是福是貨 白鳳西雖放蕩呼居 狂妄不遜 但所作所為皆不被狹義 且武功高強 藥方給了他不用擔心被惡徒奪去 憑他之性情也可以此造福天下 韓玄玲平日嗜財如命 在慌亂之際 能夠放下和白鳳西的個人恩怨 還能想到造福天下 為兒子尋個可靠之人 那你不得不佩服他 韓普年紀雖小 做事情很老道 白鳳西遞給他白粥 他用銀針嗜毒 動作熟練 與黑狐狸鎖起藥方 製作時讓他出去回避 人心險惡這個道理從小就懂 白鳳西和黑狐狸問他以後要跟誰 他選擇了白鳳西 我知道跟著他會有很多好吃的 好穿的 但我擔心哪天睡夢裡會被別人賣了 跟著你雖然吃苦些 但至少每天可以睡個安穩覺 跟著白鳳西久了 看他哪都覺得好 連第一美人純然 在他眼裡也不過如此 所以同樣愛慕白鳳西的久威 對韓普說 你認識他太早了 因為從此其他名字再也入不了你的眼 回到距離 白鳳西解開穴位後去尋找燕吟舟 被斷魂門的人逼下懸崖 黑狐狸第一時間飛身相救 為他運功療傷 拿出了珍藏的圈簾衣血簾 給他親自餵藥 同樣的煽動 他和煙影周襲地而握 而黑狐狸救下他後也來這裡藏身 床、桌椅、燈、茶 移影俱全 他沒有讓他睡地板上 還有棉被蓋 可見其用心 因擔心那些人追上來 他一直等到白鳳西蘇醒才離開 白鳳西認為他是為了旋即令才救他的 他不否認 明明是關心他在乎他 卻不肯承認 他都是一語擊中他的痛點 看他吃藥時猶豫 說他怕苦 他知道他的性格好強 一定會一口喝下去 看他做沒做像 說有富風華絕代這四個字 故意用激將法 他都會乖乖就范 他對他的了解 比白鳳西自己還要更深 他的一舉一動也深入他的心 我是甜蜜君 我們下期再見 好 你有幸運嗎? 你對你的態度